学生自行研发组装的机器人 成功挑战两分钟内将卫生纸夹起并堆叠 推倒两公升水平并留在桌面上 机器人成功停入格子内等等 这些都是今年RoboFace机器人大赛的比赛项目 台湾共有29队参加 受到疫情影响 比赛以全球线上同步大赛的形式办理 台湾的选手有些真的是很棒 当他们站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他们会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尤其在未知任务赛的时候 那题目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先知道 可是他们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把问题解决掉 这是我看到台湾选手的优秀表现 选手们除了器材设备的准备 还要面对镜头又英文陈述作品 另外比赛时间刚好是台湾晚上8点到12点 选手们不仅要克服时差的问题 还有比体力耐力以及发挥创意 进到那个线上的会议 然后主持人会开始点队伍 然后开始用英文开始做介绍 然后开始比赛 然后他会出一个题目 当场出题 让我们随机应变这样子 中途跑了有几次会失败 就是测试的时候 我就跟队友讨论 然后讨论出来 然后就成功解决问题 跟实际上的工作上的遇到一些问题 跟临时的一些处理 还有面对问题的一个情绪的处理 还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对小朋友是一个蛮有帮助的 台湾选手们优异的表现 在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克服时差和语言的障碍 完成任务挑战 一共囊括13个奖项 成绩斐然为台湾争光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书霞 庄年杰 台湾投缘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